超速它只是一個行政上的問題 那這樣的一個撞擊是不是跟他的死亡有所謂的相當因果關係 或直接因果關係呢 就是很值得探討 他的頭根本好好的 我怎麼可能把他撞破頭一個洞 那個洞是誰挖的 是醫院挖的嘛 各位同學我們今天來講比較輕鬆的一件事情 說輕鬆當然也還可以啦 因為有一個年輕人他的開車 那以前我們在旗山沒有國道10號 只有那個旗南公路 那旗南公路都是歪歪的這樣子 那結果在他這個開車開到我們這個旗山的大洲派出所附近 他就是超速開100多公里 時速100多公里 那個限速大概就是60左右而已 結果就到這個路口的時候 他就看到有一個偶一上 用那個農運的搬運車 那個就是香蕉 因為我們旗山都是產香蕉 他就啵啵啵啵啵啵 那個車子就從這邊 從這個支線 就巷子裡面就從這裡來 那他遠遠的就看到這個偶一上 但是可能他煞車已經不急 一直跟他啪啪啪啪啪 結果啪那個偶一上都連停都沒停 結果他閃避不急就把這個車子撞到了 撞到那個偶一上就翻到地上去了 翻到地上去的時候他趕快就是把他救起來 各位這時候不可以不救他 不救他的話就可以遺棄致死 還有造勢逃逸 那現在這個造勢逃逸都判很重 所以這個情形就 年輕人就把他趕快送到 齊山的這個鼠立醫院 要給他那個 但是那個鼠立醫院不太敢接 就把他趕快送回長庚來了 那送回長庚來的時候 電腦斷層要少的時候 這個衣衫就死掉了 那死掉了以後 各位這個就變成是一個 過失致死 那個目前的刑度是五年以下 那這個因為有人命的關係呢 是所謂的公訴罪 就是非告訴乃倫之罪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案情的時候呢 檢察官就一定要偵辦 所以他就會來相驗 然後呢就是解剖 然後看看他的死因是什麼 那各位呢這個死因呢 他後來就認為說 是這一個年輕人把他過失呢 撞死的超速撞死的 那各位呢 超速是不是一個過失 一般人他認為說你超速把人家撞死一定是過失 是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 但是呢各位我們在探討這個學說上的時候 超速撞死人並不一定是會構成過失的喔 各位為什麼呢 如果我在高速公路上超速 然後撞死機車的騎士或是騎腳踏車的人呢 所以這種情形的時候我們在法學的探討上的時候 超速他只是一個行政上的問題 就是要違規被那個 但超速不一定撞死人 如果超速會撞死人的話就大概全國的那個人都那個 所以各位呢這個情形如果說有一個小孩呢 他突然從馬路上跑出來 那我因為超速把他撞死 各位這很有的探討呢 檢察官說你如果不要超速就不會撞死這個孩子 但是各位呢我們換一個角度說 我如果再撞得快一點撞一百二十米 我也是就過了我也不會撞死 所以各位呢這個部分法學在探討上就是說 他說一匆匆啊撞出來我能不能應注意 我是依法應注意 但是是不是能注意突然一個人從路邊跑出來 所以各位呢這個情形的時候是應注意 但是能不能注意 在客觀上一個人突然從路邊跑出來 所以各位呢這個時候跟超速與否就沒有因果關係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呢 我們這個在法律的探討上是這樣 但是这一件并不是这样 这一件当然它是说你超诉 所以变成有过失 所以检察官后来把它起诉了 这个案件到了我这里的时候 我看它的这个验断书 就相验的报告 它主要的死因是蜘蛛往磨下出血 那么它的刺因才是受外力的撞击 那当初我在办案的时候 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蜘蛛往磨下出血 那各位像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就要跑去 我就跑去问这个高一的专家 这个脑外的或是脑内的这些主任 就说我来请教你 所以各位在一个审案的过程中 专家能够来参审 这个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用国民法官 用国民感情在审案 跟专业的专家参审 这个部分的话是一个怎么样平衡 法官其实对事情的了解并不够深入 所以专家来辅助法官是非常重要 所以法官不懂就应该要去问 那我就跑去问这个高一的这个医生 那医生跟我讲说蜘蛛往磨下出血是什么 各位其实就是所谓的中风 那么各位这案情应该是 这个偶一上它其实是中风的状况 各位到来的时候 所以它跟它叭叭叭的时候 这偶一上根本就没有反应 所以各位它如果我没有撞到它 它中风也是会死掉 也是会死掉的 所以它才是它的主因 那至于后来受到外力的撞击 这是一个次要的原因 那这样的一个撞击 是不是跟它的死亡 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 或直接因果关系 就这很值得探讨 那这个案子我后来审一审的时候 就把它判决认为说 这个偶一上是因为中风而死亡的 它并不是因为受外力撞击 而导致它直接死亡的 所以变成它的刑事案件 这个过失致死 我给它判无罪了 那民事的案件 它不是直接死亡的原因 所以它也会变成不赔了 可是各位 这个我后来想一想 真的有一点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各位 一个偶一上 它中风了 如果它死在家里 可能保险是不赔的 但是各位 它就是因为这样 出来的时候 刚好这个年轻人 来撞到它的时候 所以在整个外观上 它变成是个意外 所以各位 这个强制险 我一上变成有赔了 那如果它有投保意外险的话 它意外险也会赔 那各位 当然它受险 它死亡了 它也可以赔了 那但是呢 各位 这个年轻人 怎么那么巧 到开车开到那个地方 毫不相识的人 就有这么一个劫难在这个地方 而且它被起诉了 那各位 这个情形 它可能如果不能够跟人家和解 它可能就会判罪 甚至要判去关 那像这样的情形 如何又它能够化解 这个年轻人的 这个结束这个灾难 各位 那这个还得要有一个贵人 去仔细办案 把它给救出来 所以各位呢 有时候你想一想人世间的事情 还要怎么样情形 还要圆不圆满 这个地方的时候 所以各位呢 我们无形中会成为别人的贵人 尤其是我们当公务员 当老师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呢 同样一个例子 我来讲给各位听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你在工作上 持续的认真 这一些呢 都会化作你的经验 然后呢 变成你人生的一个养分 不管你在帮助自己 或帮助他人 各位 第二个例子也是这样子 在我们高雄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这个中正交流道 各位 这个要下来的时候 那么这是第一台车 这是第二台车 这是第三台车 那各位 第三台车呢 它是一个 我们上市公司 工程公司的一个经理呢 那他去载他的小孩 那第二台车呢 因为他也是一个 我们高雄的一个公务员 然后在这个 那结果呢 这个因为前面的这个人呢 他为了检手机 所以就突然就煞车了 那后面的人 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就撞上来了 那各位呢 那第三台车呢 也没有保持什么 安全距离 因为下交流道嘛 那个这个就 就撞上去了 各位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想 这第二台车下来的人 会不会去找第一台车理论说 你怎么突然刹车 不会的 他一定是跑到后面去说 你为什么从后面撞到我啦 所以各位 在这种追撞的底下 就是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一定是后面的人吃亏 那呢 结果这两个人 后面这两台车就吵起来了 那第一台车就变成没事呢 他就跑掉了 那各位 这跑掉有没有招式逃逸呢 这个很值得探讨 但问题的重心不在这里 各位 他撞到他了以后呢 他们两个人吵起来 那吵一阵子的以后呢 结果这一个前面这个人呢 假设是椅啊 后面这个是假 这个椅呢 就贪软贪软在那个 贪软在那个 那个他的座椅上啦 各位 这时候当然赶快交通警察 还有驿交呢 就过来 在这地方 结果赶快把这个椅呢 送到802医院区 赶快去急救啊 因为他整个人都贪软下来了 那各位 到了802的时候呢 我们给他验血压啦 各位 血压高到两三百啦 那各位 这个时候呢 他整个贪软已经快要分泌了 这个802呢 看到这个脑压也非常高呢 就在他的脑袋上 给他挖一个洞 把他引流出来 各位 减轻这个脑袋的压力嘛 那结果这个 那个抢救的结果呢 就变成这个人 因为他这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 也是 蜘蛛往磨下出血啦 那各位 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他后来啊 就变成半身 瘫痪 就一半的变成瘫痪了 那后来 这个家属呢 把他送到长庚医院去了 各位 送到长庚医院去的时候呢 我们在接这个病患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医院里面呢 就要 就要把他 看他的这个情形呢 就要做那个 接的这个 护理病例啦 各位 结果这个病例就记载说呢 他的脑袋啊 有几公分乘以几公分的一个疮伤 那么呢 他这个已经是半瘫的一个状况了 那各位 这个时候长庚医院呢 后来就开具诊断书 这个诊断书就说 他受有头部什么样的一个疮伤 还有半身的瘫痪 那各位 结果后来这个乙呢 就来 他的家属呢 就来告 乙就来告这个甲 说呢 你过失呢 受到重伤 因为半边 就是 瘫痪的时候 这个是重伤的部分 结果呢 各位 这个甲呢 他觉得他 被起诉了以后 他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我当初撞到他的时候呢 他的头根本好好的 我怎么可能把他撞破头一个洞呢 那个洞是谁挖的 是医院挖的嘛 结果他的商单出来的时候 竟然是 检察官也把他起诉了 起诉他的部分是说 你把人家撞到头破一个洞 结果这个甲就觉得 他很莫名其妙 我撞到他两个人在吵架 他头上根本没有洞 怎么现在变成是这个头上有洞呢 所以呢 各位 他呢 后来呢 就来找这个律师呢 那各位呢 我跟他看了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情形的时候 很诡异啊 这个乙呢 他从来没有去看过健保 他其实都不看病了 所以他没有病例 那各位 这时候呢 我们在这个辩解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求去掉802的病例 结果各位 802的病例掉出来的时候 是送到医院的时候 他的头是好的 那么这个头 这个头上这个洞是谁挖的 是医院挖的嘛 为了要减轻这个脑压引流 所以各位呢 在这种情形底下 我们说 我们没有撞到他头部痴疮伤啊 所以这个伤不是我们造成的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是不是给人家撞到人家半身不水 可是各位 我们看到这个原因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经验了 因为我们又看到 他是蜘蛛网膜下出血 所以各位 这个事情是 大家在吵架的时候 本来他就有高血压等等 但是因为他都没有去看过病 所以他本身呢 并不知道他本身带有 那这样一吵起来的时候 各位 内内脑中风 会快拔掉 所以各位 在脑部的深层内部呢 就出血了 那各位 这样我跟他吵架 结果他后来变成中风瘫痪 这样我要不要被判罪 那到底是你内在的原因造成 还是我因为跟你吵架造成 所以我这样跟你吵架算不算伤害 我嘴巴跟你吵架这样算不算伤害 各位 当然啦 如果男女朋友或是夫妻之间吵架 那真的是对彼此感情很伤害 可是各位现在讲的是陌生人对身体的伤害 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呢就去把它厘清说 第一我们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从后面撞到你 是我们的不对没有错 但是你当初撞到你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把你头上撞一个洞 所以没有受伤 那至于你后来的这个部分 你变成半身瘫痪的这个重伤的部分 是来自于你内在的蜘蛛网膜下 是你中风高血压所导致的 并不是你外在我撞到你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我突然撞到你的时候 会不会引起你那个蜘蛛网膜下突然出血 可是各位 我撞到你的时候 你还在跟我吵架吵了五六分钟 十几分钟 所以这种情形的时候 是我撞到你 你马上就会快撞回去 马上腦部出血了 还是你是因为吵架 然后因为那个压力过大 血管压力过大才那个 所以各位呢 这个我们后来送台大医院去鉴定了 说这个部分它主要的原因是 那当然这个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 它长期身体上的一个状况 它都没有去检查 所以它有高血压的这个状况 所以各位呢 在这种情形 我们当然会变成说 在判决的时候呢 各位就会产生一个麻烦了 各位家属呢 他也是一个公务员 但是收入也并不多 那么也是很基层的公务员 家属呢 是受到这样的一个 将来要照顾这样的一个病人 那么各位呢 就我们来讲的时候 这个情形的时候呢 各位我们的强制险呢 在伤害的部分只能赔他医疗费 又不像死亡可以赔到220万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所受的医疗费也非常有限嘛 所以各位呢 这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后来我们这个经理 我们建议他说呢 其实适度的对家属来做一个照顾 然后这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如果有跟他和解 这个情形的话 法院也比较好处理啦 也免得家属呢 还一再的不服上诉等等 所以各位呢 人世间有很多的事情 是要求的一个圆满 所以我们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就建议他说 在我们可能的范围内 或是保险公司 可以支付的范围内呢 我们呢就用几百万呢 来甚至我们把它当作是 照顾对方的这个部分 把它化解掉 所以各位呢 有能力的人呢 要有度量 要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慈悲 可以去协助事情 所以各位呢 我们赚钱呢 不但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也是有时候是来处理事情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呢 我们家这种情形的时候 当然后来我们经过台大的一个鉴定呢 这个案子是判无罪了 那因为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协商呢 我们也给家属呢 做了一项适度的一个补偿 所以双方这个案子算是比较圆满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呢 有时候我们要积德行善 为什么要如此呢 各位有时候我们看到啊 办案办这么多 车门突然打开 一个年轻人从摩托车 就撞出去了 各位有时候他就弹到路上 就会被别的车子撞死了 他的生命就不见了 那我也有看过他车门一打开 他撞上去 天空翻了一翻 然后摩托车也飞出去了 他竟然从天空上翻了一圈 掉下来的时候 没事站起来 骑着摩托车 又跑掉了 人的命啊有时候呢 非常的脆弱 人的命有时候又非常的坚韧 那么这个东西呢 冥冥中到底是什么力量 在安排这样的事情 我们这些年纪越来越大的人呢 看见事实天底下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以后 怎么不能够不敬天为地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会劝所有的人 就是说你要保持你的善恋 然后尽量与人为善 这个部分是其实是 为什么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面 会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厚德才能载物 你有很多钱 你的德性要很厚 才不会钱有两把刀 见钱就是要凶杀 所以各位钱有两把刀呢 这么样锐利 我们会为两把刀所伤 所以要有很厚的德性 所以叫做厚德才能够载物 以上供各位参考 这个是有时候在无形中的这个事情 发生了以后 在我们办案的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的劫难需要有贵人来帮你解开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平常的累积了 以上供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